一年七日的書展揭幕 有參展商預期 全面複償加上消費勸發放 可望帶動生意有一成的增長 不少等候已久的書迷 10點一開門就直奔心儀的攤位 排頭位的書迷凌晨凌時左右 就已經來到排隊 賣林榮新春一千名小席 今年多了很多人 真的多了很多人 給我預期 我想超過一倍 對比早兩屆 亦有書迷說早上七點多來到 想第一個進去 誰都想早點進去就好 有成就感 有書迷一早有規劃 賣這本書是有限量的福袋送的 可能會留到今晚 因為等我的作者來簽書 可能到七點多了 15元左右 因為和往年都差不多 因為除了書可能有其他 soul and beer或文具買下 今年書展有大約780個參展商 比起去年多了一成 有參展商期望入場人流 較去年的多 帶動生意額有一成增長 今年全面復償 加上有消費券發放 所以我們都估計今年的讀者購買肉 其實是會高的 所以我們都做一些 要多買多菜或消費券的優惠 今年書展主題是兒童及青少年文學 連同兩個有關運動消閒 和零食的博覽 成人門票今年加價到30元 小童門票維持10元 3歲或以下 和65歲或以上人士免費入場 毛詩日記者 折騰文部